現在開始上的內容叫做質量守恆定律 這個定律非常簡單但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質量守恆就是質量不會變的意思 就是我們講就是化學反應前後 反應物的總質量會等於生成物的總質量 反應前有150克反應後還是150克 這其實蠻正常的嘛 因為道爾坤原子說告訴我們化學變化 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組合 其種類跟質量沒有發生改變 所以原來有多少後來就有多少 當然質量就要怎樣 一樣 所以這個是道爾坤原子說就能夠曉得的 反應前後的總質量一定會相同 一定會相同 然後呢所以我們就這邊開始問一些問題 問的問題其實也蠻簡單的 就是比如說反應前有200克 問你反應後有幾克 就200克嘛對不對 反應前呢有3加8克 反應後會有2加多少克 像這樣子就是 反應前總質量等於反應後總質量 但是 要注意1要全部都算到 不可以漏掉 等會就我漏掉的例子 漏掉要全部都有算 要全部都算到你才會指量守恒 才會指量守恒 還有要密閉 這個密閉的意思是東西不會進出 不一定要封口不一定要關起來 但是東西不會跑進跑出叫做密閉 密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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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這個開放系統 這邊有個方糖 然後去煮一煮烤一烤 烤完就去秤 最左邊是原來的方糖 然後到右邊你看到 把碼變重了 所以翹起來 所以只要變輕了 哇不守恒耶 只要變輕了不守恒 為什麼不守恒 因為水蒸氣跑掉了 你沒有算那個跑掉的水蒸氣 跑掉不見了 所以它不守恒 變少 鋼絲龍 最左邊有平衡 拿去加熱烤一烤 哇變重了 左邊下去了變重了 不守恒 為什麼不守恒 因為你少算了氧 鋼絲龍加熱跟氧作用 它加了氧 鋼絲龍沒有氧 沒有算到它 所以不守恒 不守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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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行 OK 好 所以你沒有把所有該算的都算到 它就不守恒 它就會不守恒 那如果你把它關起來加熱 關起來加熱 加熱鋼絲龍也好 加熱方糖也好 那個水氣跑不出去 那個氧氣反而就在裡面 沒有跑進跑出 所以質量就會守恒 所以呢 最左邊的質量跟最右邊的質量是一樣的 OK的 OK 就守恒 剛剛講過不見得要封口 只要不會跑進跑出就好了 這個反應我們在周期老師有講過 減土豬的碳酸鹽跟硫酸鹽會沉澱 OK 碳酸那加濾化鈣啊 左一左手邊 兩杯溶液 然後倒在一起 右邊有白色沉澱 這都沒有封口 可是前面的質量跟後面質量怎麼樣 一樣 為什麼會一樣 為什麼就可以不封口 沒有 因為沉澱是在那個瓶子裡的 容易也在瓶子裡 都沒有跑進跑出 所以不封口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還是可以維持質量守門 所以左邊如果有兩百克 右邊也是兩百克 一樣 OK 叫做不見得要封口 不見得要封口 要看你的東西 如果會跑掉就要把它蓋起來 封住 如果沒有 不會跑掉都沒有關係 OK 請寫 課長練習